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南岛民族一年一度的盛典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丰联节的活动 21号的晚间是进行了 Follow 绽放之夜的最后一场活动 来自世界各国以及全国各地的友人 特别和花莲的族人 共享了这个美丽的夜晚 现在许中文热情地以阿美族与望后所有的来宾 特别要是今天的活动 以朝向南岛苏波塔为主题 欢迎南岛族一的家人们 通过联合逢年节聚集在花莲 前年花莲邀请纽西兰毛利人 去年邀请大西地 并以航海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今年特别隆重邀请校园的主人们 而在今天则是与Follow之夜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人生当中 再放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主乎的影响我们的南岛 让我们所有南岛羽族的家人 能够透过联合逢年节 能够回到花莲 前几年我们邀请纽西兰毛利人 回到花莲 去年邀请大西地 我们的族人回到花莲 连登航海协会接下了MOU 未来或许有可能 大西地会开着他的船 回到花莲 另外今年特别隆重邀请 我们夏威宁的族人 能够透过我们的交流 能够回到花莲母亲的怀抱 透过太平洋的海水 这生命之泉 让我们的文化人文 以及我们的族人 能够连结在一起 能够手牵手在一起 南岛羽族有非常非常多 相同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把手举起来 这是多少 这是五 这是礼玛 礼玛在所有的南岛羽器里面 都是五 礼玛 欢迎现在回应 中美写人出表示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互联节 在博拉罗绽放之夜的完美落幕中 画下句点 这场社会在展示南岛民主文化丰富 多样性的同时 也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感受到热情 洋溢的氛围 无论是传统鼓调 还是融合创新乐舞 每个节目设计都让人印象深刻 期待明年再度相聚共同分享这份属于南岛民主的欢乐以及感动 记得交易华主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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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